粉丝提问,为什么汤姆逊枪声很大很重,却能在摩托车后座上单手射击呢? 确实啊,汤姆逊看起来就很大很重,为什么会这么设置呢?原因有两个 一,汤姆逊是冲锋枪,在摩托车的后座上是只能使用手枪和冲锋枪的 如果只按这个设定来,汤姆逊是一把冲锋枪,自然是能在后座上使用的 而其他冲锋枪和手枪在后座上都是单手握持的 所以汤姆逊自然也不能例外,毕竟你也不可能单独对汤姆逊进行调整嘛 二,汤姆逊步枪,没必要削弱 汤姆逊在限时确实是很重的,装上弹枪后的汤姆逊最起码有5000克重 而很多步枪装上弹枪都没有5000克重,正常都在4000克左右 所以按照重量来设定的话,汤姆逊确实是不可能单手射击的 但要知道,汤姆逊这把枪本来就不是太强,这还是已经加强过的汤姆逊 要是按照现实的逻辑来设定,在摩托车的后座汤姆逊就用不了了 这就是妥妥的又削弱汤姆逊啊 但真实的情况是没必要再削弱 所以干脆就和其他重复枪一样,可以单手射击了 不再管重量和枪程大小了 小伙伴们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? 欢迎关注三连哦,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